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张敏 位于西藏普兰县的四大宗教神山 被当局租给北京一家旅游公司 开发旅游业 此举受到质疑和批评 藏族作家维瑟近日在其博客 呼吁当局制止牟利的开发 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 批评当局不顾藏人的信仰造成污染 当局行为非常不人道 艾未未的姐姐高格日前表示 艾未未在被扣押的近三个月期间 被囚禁在一个只有六块瓷砖大的监视 有两个守卫看守 高格还说 监视内电灯常开 晚上不能关灯 艾未未只能在里面来回踱步 美国国防部14号首度发表 《网络作战战略》指出 新战略网络空间 包括列为与陆、海、空、太空并列的行动领域 变被动防御为主动防御 从而更有效地阻止击败 针对美国网络系统的入侵和其他敌对行为 金户高铁5天内5次发生故障 从北京开出的G201号列车因故障无法启程 车厢内停电、车门紧闭 而金户高铁G105次中途停车 全程晚点40分钟 近日召开的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 针对中国房地产问题表示 将坚持调控方向不动摇 调控力度不放松 但有评论指没有看到成效 反而由于已经放松调控 中国今年上半年的房价格仍然上涨 刚刚结束访华的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表示 中美两国在军事问题上有很多分歧 两国建立互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与中国军方领导人的会晤 有建设性相当正面 以上就是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张敏 谢谢收看 再会